嗨 大家好 我是拿岩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提起拯救者这个品牌 相信资深的游戏玩家一定非常的熟悉 这几年拯救者积累了相当不错的口碑 特别是在硬核玩家群体当中 相信有不少小伙伴在每年新品发售的时候都会定好闹钟 半夜的时候去抢拯救者的首发新品 有过类似经历的小伙伴可以打个1 最近几年随着手游市场的快速崛起 拯救者也开始积极的布局移动游戏领域 推出了拯救者的电竞手机 而在今年拯救者移动游戏系列是全面的升级 咱们抓紧来看一看今年的产品表现怎么样 这款拯救者Y90双情风冷电竞手机 看到它的第一印象是相当独特的 造型上这款电竞手机具有战斗气息 夸张而又科幻的外形让人想到了外星飞船 中置布局的设计 让我们正常人握持手机的情况下 你是看不到后置摄像头的存在 这个外观还是挺吸引人目光的 当然多数情况下这台手机还是推荐你横向握持 横握的情况下 你的握持区域不会被任何模组遮挡 同时机身居中区域的RGB灯效还能带来非常强烈的电竞氛围 本次Y90在机身结构上也进行了优化 更加一体的结构让机身的强度比前代有了非常大幅度的提升 当然厚度也比前代有所缩减 另外Y90还拥有两个USB Type-C接口 这样无论你在什么情况下玩游戏充电都不会遮挡你的手机了 作为专业游戏设备 拯救着Y90的各项屏幕参数同样顶级 6.92英寸2460乘以1080分辨率的AMOLED屏幕没有打孔的遮挡 144Hz的高刷新率和720P多值采样率也保证了更高的画面流畅度以及操控的响应程度 根据我们的测试 这块屏幕的垂直视觉屏占比达到83.37% 手动最高亮度502 激发最高亮度504 不止如此 我们还要具体看一下屏幕亮度的分区部分 看完了手机 咱们再来看一看这块Y700平板 之前的iPad mini就被誉为是游戏神器 只不过没有高刷新率让人非常的遗憾 而这次的Y700能否挑战它呢 首先小尺寸的平板还是有比手机更大的屏幕 可以带来更好的视野表现 而相对于大尺寸的平板拥有更加方便的握持感 拯救者的Y700还有独特的超广视野功能 通过改变游戏的画面比例来获得更大的游戏视野 直接加宽画面左右两侧的视野 让你更早的发现敌人 具体的咱们可以看一组对比 你说未来咱们要是搞一个超长比例的屏幕 是不是可以直接看到对方泉水 机身方面金属铝合金中框采用了CNC工艺进行打磨 背部AG工艺后盖无论是手感还是质感都是比较精致的 正面是一块8.8英寸的LCD屏幕 分辨率2560×1600 343PPI 同时具备120Hz高刷新率和240Hz的触控采样率 如果抛开色彩仅看对游戏的友好程度 显然高刷新率方面它是剩余iPad mini 6的 在实测当中 Y700的垂直视觉平单比达到85.27% 手动最高亮度525 激发最高524 再来具体看一下屏幕各分区的亮度差别 最后还要说这块屏幕是偏瘦长的 实际使用章它的握持感比iPad mini 6还要更好一点 比较利于我们单手纵向握持 作为专业的游戏设备 性能当然是至关重要的 这在之前的拯救者笔记本当中已经有很好的体现了 那么在手机端的性能怎么样 咱们抓紧来看一看 Y90双晴风冷电竞手机搭载的是小龙半震一平台 配合LPDDR5和UFI 3.1的组合 这是今年上半年的主流旗舰水平 在散热方面 Y90的堆料堪称豪华 除了超大面积的VC夜冷军热板之外 Y90还极其夸张的拥有双风扇主动散热 双旗变超强导热系统来保证游戏能够实时的满震运行 好家伙 一个风扇不够 来俩 我感觉手机上水冷也不是梦 而平板这边Y700搭载了目前备受好评的神优骁龙870 同样配合LPDDR5和UFI 3.1 这是一套经过了多次验证的成熟的组合 我们来看一下两款设备的跑分情况 首先是Y90手机 目前的跑分测试还是工程机 是基于ZUI13.5.354 我们开启设备300nit的亮度 最高144Hz刷新率 并且在室温22-25度的环境下进行测试 每一项测试至少进行三遍选取最高值 3DMark跑分 Wildlife得分10502 Under 2 9.3版本测试超过100万 这都是目前旗舰级别的水准 再来看存储的读写测试 顺序读取2962 顺序写入1654 随机读取和写入分别是313和440 都是目前优秀的水平 再来看一下Y700平板的跑分 跑分基于测试固件 ZUI13.0.517 同样开启设备的最高120Hz刷新率 并且在22-25的室温下进行测试 毕竟是高通骁龙的870 在跑分方面相对于新一代肯定是要低一些 3DMark的Wildlife是4239 Under 2得分接近72万 存储读写测试 顺序读取1672 顺序写入776 随机读取写入是309和282 新玩家一看到跑分 可能会觉得这个平板相比手机好像差很多 这个要再强调一下了 跑分只是一个参考 和游戏环节不一定能对应得上 咱们下面来看看实测 首先是Y90手机 很微精英测试 我们有不少用户 其实在实际游戏的时候 喜欢流畅和90帧 当然也有注重性能表现的 会开启HDR高清和极限帧率 所以我们就分别进行测试 第一轮选择流畅90帧 开启抗锯齿阴影的情况下 试完30分钟 实测显示游戏平均帧率89.7 测试过程当中帧率表现稳定 测试结束之后 正面温度41.9 背面40.5 耗电16% 通过热像图 你可以看出 整机的发热区域 主要集中在居中位置的屏幕 以及背面的风扇区域 双手握持的区域 发热区域是比较少的 第二轮测试 我们选择HDR高清极限帧率 开启抗锯齿阴影 试完30分钟 游戏帧率是59.8 结束之后 正面38.6度 背面38.5 耗电13% 看起来不同的设置 对于整机的功耗以及发热 还是有明显影响的 吃鸡的玩家 可以根据上边的结果来进行参考 再来看一看 目前的老大男游戏原神 这部分我们选择 高画质60帧 试完30分钟 可以看到 这部分测试平均帧率达到了58.8 整体帧率表现还算平稳 偶尔波动 但相对来说也不错了 结束之后 设备正面温度47.2 背面46.1 耗电24% 都算是目前的主流水准 在长时间运行之后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 就是游戏的散热效果 做的是不错的 发热区域集中在日常游戏过程当中 我们的手指不会触碰到的机身中部 对于纯硬核游戏玩家来说 这是比较友好的 下面来看一下 Y700平板的测试 合并精英第一轮测试选择 流畅90帧 开启抗锯齿阴影 最后平均帧率是89.8 结束之后 正面温度36.7 背面的32.9 耗电13% 第二轮测试 HDR高清 极限帧率 开启抗锯齿阴影 平均帧率59.9 测试结束之后 正面温度34.4 背面的32.1 耗电13% 通过热相仪的发热区域 你可以看出 和手机不太一样 平板的发热区域 反而集中在了机身的两侧 我们双手握持的时候 就会感觉有些温热 当然整体的温度 相比较手机是低了不少的 所以还没有达到烫手的程度 在下面 原神测试当中 开启高画质60帧 平均帧率达到了59.2 整体表现是不错的 这和上面的跑分 可是有明显不同的 测试结束之后 正面温度39 背面温度38.5 整体耗电16% 可以看到 虽然Y700是骁龙870的处理器 但是驾驭目前主流的游戏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除此之外 双X轴线性马达的加持 也是这款平板最大的一个亮点了 毕竟平板电脑这种设备 搭载如此夸张的线性马达 实在是极其罕见的 特别是在主流的设计游戏当中 出色的振动反馈 也让游戏变得更加真实了 我强烈建议 拯救者应该考虑 加载一个能打电话的版本 这样我出门就不用带手机了 在充电续航方面 Y90搭载了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 最高支持68瓦的快充 实测选项 我们进行了五项测试 包括网友浏览 高清录像 视频观看 游戏畅玩 以及合并精英和原神的测试 那全部完成之后 Y90的剩余电量33% 这个表现和目前主流的游戏手机水准相差不大 而在充电方面 经过实际测试 Y90的有线充电功率最高可以达到64.22瓦 10分钟可以充到53% 37分钟充到100% 再来看一下平板 拯救者Y700配备了6550毫安时的大电池 这续航的表现就令人关注了 实际测试 我们同样进行五项测试 不过这其中在录像环节 平板电脑并不支持108060帧的录像支持 所以在这个环节 我们使用的是1080P30帧的录像 所以在影像部分 平板电脑的耗电要稍低一点 五项测试全部完成 剩余电量是47% 充电方面平板就不像手机那么高了 Y700支持45瓦快充 标配的充电头Type-C接口 最高功率是50瓦 我们实测数据 有线充电功率最高可以达到47.16瓦 在此基础上5分钟充电14% 20分钟54% 58分钟100% 回血速度还算是比较快 除了性能之外 这两款专业的电竞设备 在软件方面也做出了不少的优化和适配 首先Y90手机拥有2x2的肩键 可以通过映射来实现不同的连招效果 两款设备的游戏中心还提供了非常多实用的玩家功能 而系统上本次升级最大的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设备之间的联动功能了 你可以将平板投射到电脑上 也可以将手机的屏幕投射到平板当中 彼此可以共享屏幕和数据传输 还能够共用剪切板等操作 在Y90和Y700上面还新增加了性能看板功能 可以实时查看自己的拯救者电脑的性能数据 如果你已经在使用拯救者的台式机或者是笔记本的话 那么这个全家桶监测功能还是比较实用的 除此之外 Y700在扩展和连接性方面还支持MicroSD的扩展 刚看着这个卡槽 我还以为是SIM卡槽的 来个小调查 假如说这款平板电脑增加了打电话功能 那么你愿意多出多少钱 可以打在弹幕上 除此之外 Y700平板还支持速率高达10Gbps的USB3.1 Gen2接口 不要小瞧这个接口 它可以实现有线视频信号的输出 通过扩展坞连接显示器 就可以将平板电脑直接进入到电脑模式 再搞个蓝牙键盘 那出差的时候就可以临时办公了 在详细体验过了拯救者对于移动端这两款新品之后 你会发现 那么它对于移动端游戏依旧有着非常清晰的布局和认知 首先是拯救者Y90双情风冷电竞手机 在硬件上是足够顶级的 特别是两个夸张的风扇 另外在机身方面也升级和修正了前代作品的一些槽点 这种快速迭代和听取用户反馈的调整 是非常值得肯定了 还有就是这款非常意外的Y700平板 应该是拯救者听到了游戏党对于小尺寸平板的需求 达到了这样一款颇为意外的又诚意满满的作品 不过其实在平板领域 Lenovo不能算是一个小萌新了 根据市场调研机构IDC提供的统计数据 Lenovo在2021年全球平板的出货量 已经排到了前三的位置 在大屏幕的平板市场 Lenovo已经用销量证明了自己 最后总结两款产品 Y90游戏手机搭载了目前最顶级的旗舰配置 内置双风扇的加持 使其散热能力很强悍 不需要借助外置的散热背夹 能够让你随时随地的享受移动电竞的顶级体验 而Y700小平板的优势就是更大的屏幕 带来更好的游戏视野 相比较手机 还可以更好的去追剧以及看漫画 双X轴线性马达的加持 也使得这款平板 在众多的平板电脑当中独树一致 一款是日常出行便携游戏 一款是日常出行便携游戏 一款是大屏更容易操控更好的画面 如果让我选的话 那当然是全都要 特别是在今年拯救者移动系列和桌面端打通了 你可以在电脑端和平板端以及手机端协同操作 可以大幅度的提升你的工作学习 重点的是游戏效率 你还希望看到他们和谁去做对比呢 欢迎留言我们后续会为你一并带来 别忘了科技美学的频道正在抽奖送出拯救者电竞手机 总会有一个人中奖 为什么不是你呢 赶紧来参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